11月21日 国际金融论坛第17届全球年会 在广州市南沙区举行开幕大会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来视频致词 他表示 国际金融肩负重大使命 各国需要获得更多流动性和资源来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 古特雷斯认为 目前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在增加 纵观全球政策之后 经济遭受重大影响 本次疫情不仅暴露了公共系统的脆弱性 还凸显了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不足 我们必须要解决当下危机 重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古特雷斯指出 当前要重新确定全球金融系统的导向 引导所有参与方在决策时考虑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风险 此外 还要利用数字科技 the COVID-19 crisis has accelerated trends in new technology including in providing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but it has also highlighted gaps and inequalities we need to step up global collaboration stressing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apacity buildin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